李哥跟你说一个非常悲催的事情 我先把东西找到再说 好了兄弟们已经在咱们直播间证实了 这把武器是真的无级别 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悲催 我跟你们讲老板是这么说的 老板一直在用手机上看我直播 非常喜欢我的直播风格 但是没钱 所以说从来没有干过资源 今天终于有资源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排队 然后自己鉴定了 鉴定出了破坏西游第一副级别刀 哎呀我操老板 我感觉我错失了一次 他妈的 霸占所有新闻头条 十天的一个新闻 老板打字跟我说的 每次喜欢看你直播 手机上的没钱没资源 今年终于好了 不知道怎么弄 自己鉴定出了无级别 老板看我的眼神 我信了 感谢李哥的十个神兜兜以及两百五十包子 并想到一句都得无心的话 不小心又骗了李哥一千块钱 我错了 对不对 感谢李哥 谢谢寻找一百零九级物理法系号 直接电话说吧 跟老板连个麦 电话 直接连麦 这帕拉没拉老板不换吧 这帕拉没拉老板包不换呢 我给他打电话 看他是不是广州的 是不是网狱内部人员 看一下他电话的归属地 我没有来电闲 我没有这个归属地查询 喂 喂 喂 哥们你归姓啊 嗯 狗边无 啊 以后得叫你吴总 你是老王 以后 我是老王吗 我是老王 以后得叫你吴总了 哇 好开心啊 你洗成功 你就鉴定这一把是吗 对啊 我就这一把 我操 太狗脱了 你刚才说 你之前用手机看我直播是怎么看的 就是 网页啊 或者是什么 手机点开不就有吗 啊 UC软器 然后经常看他就会推广 他就会推荐你看这些内容吗 啊 你点一个他给你推荐十个是吧 哎呀 然后 对对对 然后我就一直看了 然后 然后今天终于有钱了 想干嘛资源 然后不知道怎么找我是吗 对啊 对啊 哎呀 我都要哭死了 我靠 我从来没有建立过 好东西你知道吗 终于来了 这个东西是真的好 你你自己知道大概能卖多少钱吗 你心里有数吗 有人 说有人说两百万顺鸟 也有人说两百 我都不知道 我跟你讲啊 呃 两百万那个应该是真的 因为刚才有个老板来找我了 他是现在的那个69级 呃 利天机啊 他给的价格就是两百 就是他他给的价格 他说他的心理预期的价位就是两百 啊 这把武器的话是无级别刀里啊 刀剑扇里啊 69和89利天机里面的呃 第一武器啊 就是反正你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慢慢等各位老板就坐下来跟你谈价格啊 然后一定要小心点骗子 就比如说什么什么指定ID了多少钱c担保 就是不要相信任何的东西 藏宝阁现在是可以做到高价的啊 就是可以通过客服改价 另外的话也可以通过线下就是见面啊 当面交易的方式 他不属于线下属于见面啊 见面交易 反正你这个武器出完以后呢 你就是最主要的小心点不要被骗啊 不过其实也好 两百万没人敢骗 因为骗了对不对 骗了没法跑 骗个十万八万他能跑 骗个两百万他往哪跑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你现在在公司呢 还是在哪呢 我现在深圳这边啊 啊 你是现在是在公司还是在家里 你是学生还是上班还是老板 我在我在上班啊 我操你 还在上班啊 你你你开个直播直接啪啪给老板一个嘴巴的 撕住撕他脸的 现在你他妈你把公司给他收购了 对啊 对啊 都是上班的老板 我觉得真的好像就是 网易可能有个设定 他是根据你的英文卡余额决定给你出什么东西 就英文卡余额高于十万的不出东西 你知道吗 你真的是运气太好了 这把武器 关键是还是想给我鉴定 没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我真的是难受 没事没事 等到我卖出去了 我在联系那里 啊 别别别 我跟你讲啊 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只要出了一次以后就再也不要玩了 就是这个东西啊 就是啊 就跟盗人似的 只要赚钱不玩了就不会亏 你只要赚到钱 你继续玩 玩的越多亏的越多 啊 你就赚完钱 你就赶紧不玩了 一百万你就赶紧做点买卖 对不对 公司该该该该该撤就撤 你现在是做什么行业的老板 呃 现在啊 呃 就是做那个搞安全的 哦 好 搞安全的 就是有点 政府 啊 那就不用再说了 不用再说了 我觉得那你就别跟老板轻一辞职了 我觉得搞安全的 对不对 老板应该很能打算了 算了 不辞职啊 哈哈哈 老老板应该很能打算了算了 咱们还是理智啊 理智 反正我觉得休息几天是肯定有必要的 那谁出过两百万东西肯定是改变人生 慢慢休息休息 先休息休息 调节调节 好吧 然后啊 从现在开始呢 一定要小心点骗子啊 这个是我的手机号 你给他存上 你如果有确定 啊 王哥啊 你说 你能帮我看看什么价格卖比较合适啊 然后 这个东西啊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 就我我决定不了这个东西的价格 就因为跟无级别枪一样 从开始的一百万到现在三百四十万 全完全是由老板取决的 有人高价之后他就能高价卖 有两有两个老板抢着药 你就能卖上高价 就是这样的东西 但是现在你也看到了 既然已经有人开到两百了 那就是你就心里有个大概的价位了吗 就看啊 谁谁更诚心一点 谁更有诚意一点 对吧 你也这个把武器你也不用你也不用摆 如果摆的话就指定自己小号的ID 但是我建议你别摆 万一摆错了对不对啊 不太好 对啊对啊 嗯 你要是那个 怎么交易比较安全一点才是问题 一般来讲呢 这种高价值的话都是线下 线下见面的 就线下见面 就一个人啊 拿着武器到网吧 然后见面的话 先有人给你一百万的钱 转到你的卡里 因为你俩在一起嘛 然后你把这个武器 指定ID在一百万交易给他 一般是这样的 根据以往的交易是这样的 现在 但是现在客服可能改了 就是你跟你给 你这把武器先指定ID自己以后 然后呢 你跟客服说一下 给他改成两百万 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的 找客服应该就可以了 也可能不用线下 因为两百万对不对 妈的我觉得也有点虚的 你知道吧 反正你现在就 现在你就最主要做的就是冷静下来 然后慢慢挑选 哪个是真买 哪个是来啊 瞎胡闹的 然后找到合适的老板 找到一个合适的交易方法 把这把武器卖了 好 你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把我手机号存一下 然后 我再给你一个我的 再留个冰者的冰者的号给你吧 反正你交易之前 如果担心被骗的话 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俩 就包括我给你发短信 我给你打电话 说什么指定ID啥 你都不要信 就是一切走最正规的藏宝鹅渠道 就是一定小心点被骗 因为骗子实在是骗数太高了 行啊 其实我找你 因为相信你就是还想 想要让你帮我卖了 冰者可以帮你喊一喊 可以让冰者帮你喊一喊 其实这种武器你不用喊 人会主动找到你的 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改成联系方式 太多了 太多人找我了 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假的 对 你是需要过滤一下信息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游戏名字 改成你的联系方式吗 然后有事没事就得世界发一发 这样有诚心找你的就慢慢找 康干史信息会比较多 你隔个五天十天下来 就可能就成心买了 你现在可以消失一段时间 去旅游 好好好 行 那谢谢王一哥 那我主席再聊 行行行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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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耗子根本就不用 不用愁什么联系方式的 还担心他们没人买 怎么好像卖不出去似的